大家好,欢迎来到沃尔三传媒推出的《怪论奇谈》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一部来自2011年的电影作品《传染病》 影片剧情讲述着一个新型病毒 是如何传染及蔓延至世界的全过程 然而这部电影对那个时候来说议论纷纷 虽然使用的是现实的拍摄手法 但却被批剧情过于夸张和荒诞 不可能会发展成那样的 但是电影在2020年的当下来看 与现实匹配程度非常的接近 也算是值得让大家回味和警示的一部作品了 这部电影虽然大咖云集 不过使用的是群演技法 没有主要突出哪一位演员 也不是过度去展现或过于夸大一些戏剧冲突 好了,故事正式开始 传染病片如其名 整个故事都围绕着传染病而展开后续 受害者是整个人类共同体 故事的表现手法是通过时间顺序呈现 电影从疫情出现后的第二天开始说起 一位名叫贝斯的女商人英公去香港出差 她看上去脸色不太好 像是得了重感冒 然而在返家途中 想顺路去芝加哥找前男友出轨 与此同时前往香港九龙的客轮上 有一位香港打工仔从澳门乘船回家途中 面色泛红 貌汗发着高烧 精神恍惚 跌跌撞撞的来到女友家中 身体感觉不适 最终选择就医 就在出门的路上逐渐失去了意思 导致她最终被车撞死 另一边来自伦敦模特公司的一名乌克兰女模特 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从公司返回旅馆途中一直觉得不适 最后口吐白沫地倒在了酒店内的洗手间 一位日本商人从香港乘坐飞机回到日本 同样高烧不退的她突然口吐白沫 倒在了东京公交车上 阿贝斯回到家中 拥抱了丈夫米丘以及领养的儿子 疫情爆发后第三天 一位名叫艾伦的自由撰稿记者 在网上看到了日本商人发病的视频 他敏锐地就觉得这是条大新闻 然而却没有得到包摄女编辑的采纳 疫情的第四天 米丘把感冒的儿子从学校接回家 刚一回到家 贝斯就倒在地上浑身抽搐 口吐白沫 被送进医院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医生也并不知晓此次症状 米丘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就在他回家后发现儿子也死在了床上 跟他妈妈的症状一模一样 电影在开头短短十分钟内 就展现给大家这批最初感染源的路径范围 以及整个得病症状和死亡过程 影片中也不断出现那些身患传染病的人 接触过物件的镜头 这将是病毒大范围爆发的导火索 病毒爆发的第五天 由于香港打工仔住在最密集的住宅区 很快香港便发生了规模性的社区感染病例 卫生部迅速采取当年非典时期的应急预案 将人群隔离 但大家都不知道的是这种新型的病毒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到底有多大 而那位香港打工仔的姐姐 伤心地把弟弟的骨灰盒拿回广东老家 路上却死在了大巴上 同时也把病毒扩大到了广东 包括之前贝斯出轨的前男友也没能逃过一劫 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五天终于察觉到了未知病毒的存在 美国疾病控制与防疫中心也接到了贝斯的试检报告 贝斯的脑炉解剖后 他们发现已完全损坏 疾控中心派米尔斯去事发家乡调查情况 根据调查 米尔斯和团队分析得出 病毒传染方式是通过呼吸系统和非生物介质传播 这个意思就是指比如病患摸过的门把手 或是任何他们接触过的东西 都会变成污染污源 他们通过宿主的接触方式来寄生 听到这些官员们就不开心了 甚至开始抱怨 因为这将会影响到当地经济的稳步发展 而且还涉及到不必要的恐慌问题 看到他们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米尔斯向他们介绍了一个概念基本传染数 R指的是病毒的繁殖率 数字指的是传播速度 普通流感是1到2 天花是5到7 2020年的疫情是1.4到3.8 而电影中的病毒还是不确定 但是血液样本已寄给疾控中心 幸运的话72小时就能知道结果了 这时叫Alan的记者找到了相关实验室的专家 非说这种病毒是军方泄露的生化武器 他总想在一些专家口中问出一些什么大新闻 而疾控中心实验室中发现被尸体内的防卫系统对病毒完全没有抵抗力 爱丽只能将病毒数据发给了更有经验的私人教授 疫情爆发后第七天 感染和死亡人数直线上升 惊动了美国CIA军方 他们发现这次病发和死亡的第一批人都同时去过澳门赌场 并认为那里应该是疫情爆发的起始点 也有怀疑是否和生化袭击有关 比如说禽畜类携带致命病毒 不过这个结论被CDC否认了 因为携带病毒让鸟去传播速度会更快 随后小学被紧急关闭 孩子们被迫停课 有症状的孩子要留在家中隔离 米尔斯来到贝斯的公司进一步查证 并询问有谁和贝斯有密切接触过 然而调查后得知贝斯回来曾有司机接过他 而他的司机这边正乘坐着公交汽车 估计乘坐着一两车的人都会变成感染者 另一边贝斯的丈夫米丘被隔离了起来 也因为工作人员讯问情况的时间 得出了贝斯出了轨 经检测这种病毒有蝙蝠和猪的基因序列 也是一种新型病毒 目前没有治疗方法 也没有疫苗 在疾控中心得知病毒的致命性后 开始对公众宣布病毒的相关现实情况 但是世卫推测已有8万多疑似病例 预计在将来48个小时会扩散到更多的地区 至于惊人的感染人数疾控中心并没有公布于众 第12天 有一教授独自在三级实验室中 成功培育出了这种病毒 但这只是研究疫苗的第一步 研制疫苗的过程还需要通过很多实验 其中包括临床制造 分发等等 这些都需要较长的时间等待 这时那位Alan记者因早前报道日本公车后 如今成为了网络上的预言者 这天他和一位金融男子秘密会面 金融男子希望得知下一病毒热点的位置 Alan记者透露了连翘这个药物是解药 随后这个消息一下子传播开来 正当老百姓们处于担忧和恐慌之时 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像是希望一般 百姓们为了获得连翘开始被疯抢 甚至发生了打砸抢烧 这一幕情景放到2020年疫情当下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眼熟 之前也有谣言报道过 疫情可以通过吸烟喝酒 或是其他消毒液来消除 莲窍这个药物就好比刚开始的双黄莲事件 米秋的隔离已过 他竟是第一位对这种病毒免疫的人 但是米尔斯说用他的血来制作血清并不适合 考虑到价格和时间的问题只能作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来医院检查的患者越来越多 医生根本忙不过来 这也导致病床不够用 米尔斯去到一个体育馆 准备在这里安置更多的病患 不幸的是米尔斯在期间被感染 这就要说到戴口罩的重要性了 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在肉眼看不到的情况下 根本对敌人无从下手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防护措施 不去感染别人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 第14天 米尔斯担心自己会传染给别人 他打电话安排尽快来到他的酒店进行消毒 并写出了接触人员的名单 随后来到了自己之前联系 并改造成收治中心的体育馆 坏事接连不断 护士因觉得自己无人为力而选择罢工 警控中心上头希望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 加米尔斯接回来救治 但是隔离飞机被一名感染的官员抢先征用了 而官方准备将自家哥封城 但占卜预先告知封城的消息给百姓 疾控中心上头随后打电话给自家哥的妻子 让他赶紧逃离 并不要跟任何人说起 妻子听完感觉并无大碍 便跟闺蜜分享了此事 疾控中心内部的清洁工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没过多久 整个自家哥都得知了此消息 如同感染病毒一样迅速 许多人连夜逃离出城 疫情18天后 美国很多大城市开始封城 这也导致了很多物资需要限量供应 甚至供应链发生断裂和不足 也滋生了城市的混乱和暴力 很多超市被抢光 甚至有些房子起了火 街道上到处都是警车的笛声 米尔斯在临时的病床上安静地离去了 他被装入了尸体袋 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场瘟疫中丧命 疾控中心上头随后接受了电视采访 好巧不巧 那位叫Alan的记者也在现场 他指认官方刻意隐瞒连翘的有效治疗选项 并隐藏着更多所谓的真相 还串通制药公司来赚取民众的钱财 疾控中心上头指出希望大家不要信谣 不传谣 更不要造谣 在人性的面前真的没有病毒什么事 因为疾控中心上头代表的是政府机构 所以有些信息确实没做到全透明 而这些成为了Alan记者的把柄 从而让法院起诉疾控中心上头 病毒爆发后21天 病毒开始发生变异 传染性二次爆发 实验室研制疫苗的过程也并不顺利 政府决定实施宵禁 希望大家不要出门 一时间 人群聚集的场所都空无一人 而世界早已陷入混乱之中 疫情发展到第131天 经过了不懈努力终于研发了疫苗 并开始批量生产 电影最后回到爆发疫情的第一天 一只携带该病毒的蝙蝠 被人类的挖掘机所打扰 飞到了一棵香蕉树上 并咬了一口香蕉 飞行途中不小心把香蕉掉到了猪圈里 香蕉被猪当作食物吃下 不久之后这只猪便成为了人们的食物 厨师摸完猪肉后没洗手 就去与贝斯合影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也在电影中交代了 那就是贝斯一开始出差谈的项目 电视开发丛林荒地 这就是一切病原事件的起因 如同蝴蝶效应那样缓缓相扣 这部电影虽然在2011年上映 电影中的光明和黑暗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到2020年 都能在现实中渐渐找到相对应的影子 就好似一部预言电影一般 提早敲响了警钟 做出了警告 但结果依旧无法避免 在人类历史上 传染病带来了多次毁灭性的影响 比如中世纪的黑死病 2003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SARS事件 也对全球健康产生巨大威胁 传染病对人的影响和伤害范围非常巨大 同时它对整个社会体系 也带来了巨大的考验 将人类人性的善良 勇敢 懦弱 自私与牺牲 都被放大呈现出来 从疫情开始的夸大谣言 博取大家的流量和眼球 在到贩卖假口罩抬高价格发国难财 或是借助捐款的名义骗取钱财 甚至是炒作药物等等 相反 除了黑暗的一面 在我们的现实中还是有光明的一面 时间眨眼间来到了下半年 很多医护工作人员依旧选择逆流而上 面对他们的可能是死亡或未知 但他们依旧默默地负重前行 最后也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 出门时注意好防护措施 请洗手并注意个人卫生 这期怪论奇谈节目就到这里了 各位还请订阅点赞分享转发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